前立法局議員梁錦濠昨天就增產案作供 他92年認識陳振聰 後來每個月給他5萬元就賄損官司給風水意見 陳振聰教他每晚燒15張1000元,他不想 陳振聰同意改燒100元,燒了大約50萬 但最終賄損罪成入獄3年 陳振聰說是因為他不肯燒1000元,梁錦濠覺得他是馬後炮 但就相信陳振聰會叫前副總理田紀雲促成他保釋 雖然最終沒件事,但他也沒生氣陳振聰 梁錦濠以哨牙通稱呼陳振聰 說他用占卜知道黃德輝未死,就介紹給龚如森 他說龚如森叫陳振聰英文名通列 但覺得兩個人只是風水師和客人的關係 如果說是戀人,他很詫異 而龚如森口中的大哥黃天一就說 94年和陳振聰去園內地價桃源無奈,對方要求結拜 又說龚如森很信自己,可以促成他和華茂合作,黃天一謝絕 他說對方挑撥離間,叫龚如森疏遠他,說他殺氣大 龚如森又信了照做 他形容陳振聰自大自抗,好像古時弄神孤立皇帝一樣 練習中,邋森 一,二,三,四 behind 這,三,四,三 四,八 三,八 八